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曼娟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金志娟娃娃所演创的大雨 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心 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助长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的下 我的心 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段日子以来真的是非常的热啊 那大家都以为已经到了立秋啦 所以天气应该就比较凉快了吧 可是你这两天的心得是什么 就是更热 对不对 动不动就高达38度 从七月以后天气每一天都很热很热 然后我就一直很想 能够去到一个凉快的地方避暑 在这时候我们就会真的充分的理解 为什么古代的皇帝啊 或者是一些统治者啊 他们都要去盖那个避暑山庄 因为如果是没有冷气的时候 或者就算有冷气吧 你也不可能把冷气背在身上 去哪里都带着它 真是热的受不了啊 还好呢 有一些高山的地区 确实是气候要凉爽很多 所以本来呢 我就有在想说 想要跟朋友啊 就是一起去一个很凉快的海拔 有1900公尺以上的一个国家公园 就是雪霸 我们就想去那边度假 可是呢 怎么订怎么订都订不到房间 都是满的哦 都是满的哦 这样 好啦 结果呢 我们就在想说 那就是好放弃啦 虽然说要放弃啦 可是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嘛 有一天呢 朋友就在那里哗哗哗哗 诶 竟然就给他滑到 竟然有一个房间耶 竟然出来了一个房间耶 于是呢 就在很接近的时候 就立刻订了房 然后我们就上山了 果然就从高铁站搭这个接驳车 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走那个非常颠簸 而且很弯来弯去的 就弯十八拐的山路 终于去到了雪霸国家公园 哇 一上去就觉得 真的超凉快的 它的温度大概只有山下的一半啊 很兴奋啊 没有 就说我一定要去看 那个美丽的风景 因为之前就有人告诉过 我说 雪霸那里的风景超漂亮的 好 于是到处去看 怎么 怎么 怎么都看不到呢 我后来才发现 看不到的原因就是 云雾锁山啊 就是整个山景 全部被云雾一层一层的锁住了 所以你放眼望去 你看到就像是一个白色的布景片一样 就是到处都是白色的布景片 只有最贴近你的地方 有几棵树可以看到 之后就都是白色的布景片 伤脑筋 我就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然后我就在我的脸书上面 就发了一个贴文 就说 哇 好不容易 坐了好久的车 终于来到了 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雪霸 国家公园 风景真的太漂亮了 太感人了 有没有 最后一句就重点 如果看得到的话 好 结果我只是自嘲而已 就没想到呢 我的那些 曾经去过雪霸国家公园 并且拍到了很漂亮的照片的朋友 就开始纷纷的穿 他们在雪霸拍到的照片 美丽的远山 漂亮的云海 还有非常美的什么 神木布道各种美景拍给我 心里想说 难道没有听过 不要在伤口上撒烟这句话吗 有没有 想说我已经这样子 你们还一直穿这个照片给我 我不是很感伤吗 好 但是呢 总是告诉自己说 嗯 可能因为我第一天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 呃 雾起的时刻了 我第一天到的时间是 十一点多 其实还不到十一点半 那雾就已经起来了 好 就已经整个把山都锁住了 好 然后我想说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我还特别打电话到柜台 去问 我觉得那个接电话 那小姐听起来有点紧张这样 就是一副那种 你保证吗 明天会出太阳吗 你确定我几点可以看到太阳吗 他就很紧张的回答 我说 嗯通常通常是在中午以前 不过不过还是要看 当时的天气怎么样这样 回答的非常的保守 好啦 于是当天晚上呢 就下起大雨来了 我想说 都是雾 就已经很那个了 还给我下大雨 不过呢 也没什么差别了 反正除了坐在小木屋里发呆以外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啦 因为也都是雾啊 现在又加上雨 好啦 雨声很大 我心里想说 这个雨该不会要下到明天吧 诶 后来雨竟然就没有了 而且雾也有点散了 这时候最好做什么事呢 就是看星星 果然 我们出门一看 满天星光 真的是很美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星星了 像我们这种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很少机会可以看到星星了 看到星星的时候 确实还是给他感动了一下 有没有 虽然没有办法认清楚 哪一颗星座是什么星座 但这都不重要 能够看到星星就很好了 好啦 第二个难题就开始啦 就是既然今天晚上有星星 那明天一定会有日出咯 大家都说你如果来了 就不要错过 日出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平台 是一个观日出的景点 甚至也告诉了我们 第二天的日出时间是在早晨的五点三十一分 好 到底要不要看日出呢 我虽然不是天平座 可是很好笑 我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天平 一边就是 当然要看了 好不容易才来 另外一个就是睡眠比较重要 今天都这么晚了 明天怎么起得来 结果我一整个晚上呢 就在这个天平之中摇摆摇摆摇摆 摇摆的天快要亮到五点多了 终于干脆起来 看星星好了 结果呢把窗帘打开一看 雾气再度锁住了这个山头 那就是没有日出可以看的意思咯 既然没有日出可以看了 还有什么好挣扎的呢 继续睡吧 于是呢又倒头再睡 接着到六点多就被太阳给吵醒了 你知道被太阳吵醒的感觉有多感动吗 阳光透过了窗户照到了我们的床头 有太阳 立刻二话不说 爬起来梳洗完毕就冲到那个平台上 虽然看不到日出 但是真的有看到霧散掉的那一刻 很兴奋的拍了几张照片 但是呢 云霧还是有一点 于是呢 我就跟朋友说 没关系 我们先去吃早餐 现在呢 才六点四十五分 差不多到七点嘛 对不对 等我们吃了早餐出来八点钟的话 那应该就是预阵当中 就可以拍个好的照片 嗯 我的朋友说 我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我们两个就去吃早餐 其实我们也没有吃很久 我们吃完早餐之后出来 再度看到了白色的布景片 你知道那一刻的感觉吗 就是可以把这些布景片拿走吗 一定要这样子吗 真的是欲哭无泪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持续到我们中午吃过午餐 离开都是满满的满满的雾跟白色的布景片 所以我后来就把我拍到的那个 看起来难得可以看到山的样子的照片 有贴了两张在我的脸书上面 然后说可是呢 可是呢 过了不久之后 我们又看到了昨天的那个雾所山头的景象 然后我的一个很好笑的朋友在底下留言说 所以老师你去的不是雪霸国家公园 你去的是雾霸 国家公园 我看到都是雾霸 我真的是雾霸天下了我 好这就是我 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去度假的时候 遇到的很神很妙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那个天气真的温度真的好舒服啊 我们在山上可能最热的时候是17.8度之类的吧 那晚到了晚上更是冰冰凉凉的 我觉得在夏天可以在这样的空气里面生活 你就会有一种 我真的不想回家了 我就待在这里好了 我觉得在这里做什么都好舒服啊 所以我刚前面讲了嘛 就是怪不得古代的那些 有权或是有钱的人都要盖自己的避暑山庄 因为真的差很多耶 好 那去到那边呢 要离开之前呢 我就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园方里面的一个告示牌 他就有清清楚楚的说到就是如果你春天来你可以看到什么花什么花什么什么花 你如果夏天来你可以看到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 你如果秋天来你可以看到就是云海跟雾气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就是秋天来的我们就是八月到十月来的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啊 所以我们也真是正逢其实呢 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啊 但冬天来又可以看到什么什么 就是最没有东西可以看的 最看不到东西的就是我去的那个时候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也好像是人生的一则屁欲一样啊 别人看得到的东西你不一定看得到 但是你看得到的东西呢 可能也是属于你的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吧 人生往往也是如此 与其抱怨不如说我能够在那样凉爽的气候里面睡去 并且醒来活动啊 然后哎呃上天对我们还是很好的 因为园区里面还是有很多非常漂亮的花 我看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绣球花 就是日本人说的紫阳花 我也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的美好了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卢广仲所唱的 是不是我们那个气质 八丁送给我的一首歌 雨时多云 藕正晴 不正是我去学霸国家公园的心情写照吗 你真的愈记在 心情的犹豫 还是你在电话中的雨季 模糊的距离 放我现在的心情 可能没有人在意 今天又是雨时多云 后战情 潮湿的风景 爱情不合适应 我想我能够为你另一层雨 祝福那一天我拥抱着你 啤酒 啤酒 没了情 看 你失去了 踪影 等待 苦涩的心碎了一滴 从过的戏剧 看 我笑容太僵硬 习惯 勉强自己 今天又是雨时多云 都真情 你 你们的爱情 像我不好时宜 我想我还是可以另一层雨 远远的看着它拥抱着你 就算你拉着阴天来角落 束手无策 我陪你一起懦弱 面对着雨时多云 都真情 就像是你送给我的旅行 应该要等待放弃 还是学会放弃 我会在路口 等你最好的文章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现任台北艺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副教授 创销书作家 目前正在忙着电影拍摄的资商心理师 那就是许浩依老师 嗨浩依 我们好久没有面对面了 真的 就是每个月来这里是我最享受的日子 你真的很会说话 我是认真的 因为这样谈就可以好好地去看一个东西 看一部片 尤其我们今天跳的可是神剧呢 真的不得了了 我本来以为我们的蓝掉时光 已经是今年2022年的神剧了 没有想到 我居然看到他不安 没有想到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 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一部戏就是 很多很多朋友都在看 昨天晚上他播出了最后的大结局 不过听说他要拍第二季了 这就是被讨论度非常高的这一出剧 叫做非常律师乌庸武 我可是用韩文念的乌庸武 那老师你可以念那一段吗 哪一段 多伦多什么 那个好难 那个好难 我到现在都记不起来 多伦多十六十 怎么还追 好好好 大家可能没有看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对 对我们今天在讲这个 在来谈这一出戏 很特别 而且我那时候就觉得这部戏 我一定要跟你谈 我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已经设定 就是要找到浩宜老师来聊 其实我上个月有挑这一部耶 我只是那时候只看一二集 但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家人在看 然后我跟着这样子 喵了一下 对 然后看他们的反应 我觉得这一部应该 那我觉得他那时候出来的还不够多 多 对不对 那昨天他是全部播完了吗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来聊一聊的时候了 没错 那这个非常律师他的非常之处在哪里呢 就是他其实是一位自闭症的律师 自闭症其实有分成高功能的自闭症跟一般的是不是 他其实有一个光谱啦 就是说一般人 像我就也有点自闭特质 那我不是自闭很厉害吗 老师应该也有我觉得 然后自闭特质可能在就是有一些 就开始会 其实我们所有的症状都是看 有没有影响日常生活的功能 所以比方说如果我们只是内向 然后你不太想跟别人交往 这可能没有影响到太大生活功能 我们就不会说你是自闭症 然后从开始有症状开始 就是他就分成好多类高功能 然后中度功能 然后跟影响 就是有点障碍性的功能 我讲白话是这样 那当然高功能就是最著名的 就是所谓的亚斯伯格症 那在这个剧里面呢 就是被设定的也是 比较偏亚斯伯格的这个主角 所以他的功能是很高的 才能够有过人的智商 没错 他真的是 我每次在看他那样 把所有的东西这样寄出来 然后那个特效就开始在后面 删很多的叶数 在他的脑袋这样删 看着就好爽 真的 就是不要说什么 我觉得他第一个点 就是这样说 你不要以为身心障碍 人是就是笨蛋 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特质 那自闭症通常就是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当然就是也有人说 这部片是不是美化了 因为其实还有中度的障碍 然后跟就是严重影响的障碍 那当然其实有很多 类似那样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这个编剧 其实他的起始用意 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不用把所有的障碍 都看得这么的苦情 他其实这部片 因为很好笑嘛 我觉得他为什么是神剧 就是我常常看这一部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一倍速去看 而且一分钟一集都舍不得跳过 然后一个个 我晚上如果现在失眠 睡不着 我就会干脆起来看一集 OK 然后他里面就是有很多 我觉得他把观众的情绪 带得非常的成功 就你一开始真的很好笑 这实在太好笑了 可是笑到最极致的时候 就转而 然后你下一刻 又开始哭得很惨 我都给想象浩宜 在看这部戏的时候的反应 我现在都很习惯 看到这部剧想说 浩浩宜要哭了 没错啊哭了 我自己在看 你也哭对不对 有时候 有时候是快哭 我就想说他一定哭 浩宜一定哭 就觉得好像跟你一起看一样 我们很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 就是由一个单亲爸爸 抚养长大的 这个吴勇武这个律师 他因为有这个自闭症 所以他的这个 应该说是就业的过程 就有一点困难 可是他竟然很幸运的 被一个叫汪洋 大刑 大概就是我们国内的 理律这种概念 对 就是他们国内两大 这个法律的事务所 就被雇佣 但他还不是正事不是正直啦 他只是试用期这样 然后一进去之后 就给他的同事们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就是他的他的直属上司 应该是一位叫做这个 郑律师 郑律师就很气 跟老板说 你怎么找这种人给我 等等等等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 一开始就很温暖我们 就是当这个郑律师发现 这个女生确实是自闭症 他在生活上 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但是他有超强的记忆力 还有非常强的 他其实有非常强的 那个思辨的能力 到这时候呢 这个郑律师就马上对他改观了 所以我觉得这出戏 从第一集开始 就一直有很多 我们看的时候 会被温暖跟被疗愈的地方 就在这里 就是每一集都很有他的亮点 温度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编剧真的很厉害 就是刚刚那个郑律师啊 我觉得他的过程 也很值得探讨 就是说你看我们一般人 看到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人是会有偏见的 对啊 那他当然也第一所当然 就带着我们观众的偏见 就去找老板算账 因为老板是把履历的第二张 有自闭症抽掉的 对 所以呢就等于说呢 这个直属的上司 是见到了主角第一天才知道 才知道 你给我一个 你要数四三二一才可以进门 太可爱了 对 可是呢他跟老板说 你不可以这样子 但他的讲的概念是说 那我现在可以做一件事吗 就如果我能证明 他没有办法升任他的工作 那就叫他离开 对 所以他其实我们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啊来了来了来了 结果呢后来发现 他派给他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 对 就换句话说 他虽然这样子就是去抱怨了 可他回过头来的时候 他还是做了一个很有温度的工作 他不要太为难他 所以他自以为派了一个蛮简单的工作给他 所以他台词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 因为这也不算报告 他就说 这已经是根本不用打 就必赢的官司 对 结果没有想到在这过程当中 主角看到了他看不到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编剧实在太强了 我们今天整个又是一个 膜拜编剧的过程 没错没错 待会再聊 从这里往出去 是没有遮掩的天空 这是你的眼睛 送给我的世界 这美与美丽的一切 是你心渴望的导意 而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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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存在 或许的那里 都能感觉到好天气 不该有未知的自己 你很正一个人 都让我穿了 你是发生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的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畅销书作家 现在正在忙着拍电影的 资商心理师许浩宜 那我跟浩宜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昨天已经上演了 结局的 韩国的电视剧 就是非常律师与英语 那在Netflix开播后的第二周 他就直接进入了 全球非英语类电视剧集 收视排行的第一名 哇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 那这一出电视剧呢 是由浪漫医生 金师傅的导演 刘仁芷所知道的 我很喜欢浪漫医生 金师傅啊 还有证人的编剧 文志愿 所合作打造的 你有看过证人吗 证人我就没有 我也没看过 就我突然觉得 好像应该要看 应该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编剧太强了 讲授的是 韩国首位自闭症的律师 他的韩文名字叫做 吴云姆 他的智商很高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 他的情商低 只能说他的 处理自己生活的一些事物 或者是人际关系的 这个部分 他不是那么的在行 但是他很幸运的 成为了汪洋法律事务所 这个全韩国 两大事务所的 其中一个 他当了一个新人的律师 应该是一个试用棋 然后面对了各种各样的 法庭里面的 或者是生活里面的 一些成长的故事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 那个就是每一集 看起来都让你觉得 很温暖之外 浩宜你会特别想要提到 哪一个你看过的片段 或者是哪一个人物 是让你觉得很精彩的 或者很喜欢的这样吗 坦白说啊 每一个我实在都很喜欢 是不是 但是他有一集 我觉得有几集印象 其实每一个真的是 都是很厉害 但是我 因为最近刚好跟朋友谈到 他有一集 我觉得那一题很有趣 就他在谈说 身心障碍的人 可不可以真的谈恋爱 这件事 所以应该是十几集 如果还没有追到 这里的朋友的话 他后面有一集是在谈 他帮一个 被控性侵 身心障碍人士的 男人打官司 对 然后他的理由就是 他想证明 就是即便像这样子的人 还是会被真心爱着的 嗯 那大家听到这里就知道 这里头一定有恋爱故事嘛 对 虽然是韩国 他的背景是韩国第一位 自闭症的律师 可是他在里头 其实有很甜的爱情 嗯 而且其实蛮好笑的 对 嗯 那因为他连kiss都 不知道该怎么kiss 他的男朋友要 一边跟他kiss 一边教他如何kiss 就是有很多的过程 都会让你觉得 忍不住觉得很好笑 对 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那个法律事务所里面 除了那个 吴云吴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 他大学时候的好朋友 嗯 那像自闭症的孩子 是很难交到朋友的 嗯 那这个朋友就从念大学开始 就一直在他的身边 给他很多默默 给他一些帮助 然后他们两个人又一起 进到了这个法律事务所 可是他这个朋友 有时也会觉得 我问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其实你到底有没有感觉呢 你有没有认知到 我的状况 可是有一天突然之间呢 我们的非常律师呢 吴云吴呢 就有了一段 很深情的告白 嗯 对他这个好朋友 他朋友就问他说 哎那大家都有绰号 我要叫什么绰号 嗯 对 然后就有了这段告白嘛 对 嗯 他就称他为什么 春日的暖阳 还是什么 春日的阳光 嗯 是不是春日的阳光 你就是我春日的阳光 然后就说 其实你帮我做过什么 什么 当我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哇 我觉得为什么 这个自闭人士的告白逼 我们 一般人 一般人 更真诚 对 然后又更有重量 你一听就会觉得 哦 好啦 我问你做 你又做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有没有 嗯 对 他 他其实 我觉得老师刚提的 跟我 我说的 都在谈就是 我觉得这部片 很有意思的是 在谈情感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他为什么 那么多 那么动人 主要是因为这主角 他用了自闭症的特质 来让我们理解 我觉得 蓝掉时光或什么 某种程度 他们都是这样的概念 对 就是人有很单纯的一面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很直接的 说 我可以摸你一下 我想看我是不是喜欢你 嗯 然后我想看 我现在心跳好快 对 然后 有一个人 其实我根本没感觉到 他是我的竞争对手 因为如果我感觉到 他是 拿我是竞争对手 依照我们一般人的 状况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 跟他疏远一点 嗯 可是在他们的世界里头 因为他 某种程度 他不会去 太在意别人的 各种阴谋诡计 狡诈多端 嗯 然后所以反而 不管怎样的人 不 即便是要伤害他的人 来问他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都可以这么赤诚的 就回答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说 啊 其实我们其实都有自闭 真的 听你这样讲 我就发现 我真自闭蛮严重的 不是很care别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那我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把他视为竞争对手 并且还故意在网路上面 就散布关于他的事情 然后来 刚刚那个春日的暖阳 是一个女生叫秀妍 对 然后同期还有第三个 就是新人律师 是一个男生 对 全力去 其实书起来看起来 真的蛮全眸的 对 但是头发掉下来的时候 其实蛮帅的 所以浩宜都会注意到 这些部分 没有看到脸 对 然后这个全律师 因为他们是同期进去的嘛 对 然后他本来是瞧不起他的 瞧不起这个 呃 无云无的 可是后来他发现 哎呦 原来他很厉害耶 对不对 所以就开始去背后弄他 对 那所以秀妍就很生气 就跟他讲说 他就是类似身心 这样 对你会有什么威胁 会有什么危险吗 嗯 结果这个全律师爆发 他就说 呃 非常危险 他对我有很大的威胁 你以为他是弱者吗 他一点都不弱 对 对 没错 然后这个我也觉得很震撼 就是 是的 是的 没错 就是当大家都认为说 他就是这样的人 你何必把他看那么重 可是对于带有竞争之心的人来看 就是任何人 他如果觉得他的表现是好的 嗯 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威胁 嗯 所以其实那个感觉到受威胁的人 是很可怜的呀 对 我觉得 对 而且我那时候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 就是刚刚他在爆发的那个片段的时候 嗯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 就是 大家真的可以 看完一次以后再看第二次 今天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再去看第三次 我真的打算看第二次 对 看第二次 你就那件剧本啊 我觉得他写得非常细 像他在爆发之前 他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除了五婴五啊 因为他记忆力太好了 所以很多案子呢 破不了都他破的 嗯 在最关键的时候 找出那个问题的核心以外 对 那一天他们出一个公差 然后最后要回去的时候 车子有一个 呃 可以一起同坐回去的位置 嗯 那 呃 呃 这个秀妍 就是那个女生的那个春日的暖阳 对 然后他就说就让他坐吧 然后所以那个男生的那个全律师他才会爆发嘛 嗯 可是我留意到的是 五婴五啊 就是他不会感觉到我们三个人都想坐车 哈哈哈哈 然后所以人家说 诶那他坐吧 他就哦 好 他就开了门就坐上去 顺理成章就去坐 没错 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 对 就即便我想坐 就是如果在那个状况下 我感觉到大家都想坐的时候 大家想说 诶那你坐吧 我们还在那边想说 诶不用不用不用啊 对 我可以 我可以 对 对 所以刚刚那个全律师讲的强者是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那个强者 其实这一段也对我来讲很震撼 可是我觉得那个强是什么 那个强不是 他到底能力有多厉害 而是他到底有多 忠于自己 想要某一些东西 嗯 然后我听 讲到这边 我就觉得有点悲哀呀 是不是我们都得要自闭症 才有办法 这么诚实的回答自己呢 诚实 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诚实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跟一个同学 后来变很好 但是刚开始 我们同一个寝室的时候 他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 在生气 我就说他 我到底为什么生你的气 他说因为我刚好从家里面回来 然后我就带了 我觉得很好吃的 不要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我 到了那个宿舍的时候 我就问说 诶你要不要吃这个 他就说 哦不用 哦好 于是他就自己冲了就吃了 然后那个朋友就很生气 你如果真的想要请我吃 你不能只问一次啊 我虽然跟你说 我不要吃 但你还应该再问我一次啊 你再问我就吃啦 可是你竟然不问我 你这个人太不尊重别人了 巴拉巴拉 我就在想说 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都活得太不诚实了 我们明明想要 我们不敢讲 我们还要别人一再的就说 不是我想要哦 所以你一直要求我 我只好要 所以有时候想想 我们也活挺累 活挺悲哀的 我们来听这首歌 就是宋志向 跟吴克群所演唱的 你好可爱 中文字幕志向 字幕志向 中文字幕志向 你所搭买的是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号列车 跟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一部不得了的神剧的 非常律师 吴雍武 吴雍武 对这部韩剧的呢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长校书作家 那就是许浩宜浩宜老师 浩宜老师我们刚刚已经讲 就是他有非常棒的编剧 有非常棒的导演 然后他据说他们为了等 这个演员 就是演这个 吴雍武的演员 他们整整等了他一年 因为他就说他不要演 他就说他不要演 他觉得他没办法 掌握这个角色 可是到后来我们看到 这个戏的时候 我们就认真觉得 演活了 他真的掌握得非常的好 非常好 怪不得他们要花一年的时间等他 我都觉得花三年的时间等他 都值得 而且尤其如果你看过他演别的 你就会知道 哇真的很厉害 可以转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被他的手指头 他的眼神 他演这部眼神 几乎没有对焦 对 可以不对焦的 可以不对焦的厉害 所有人讲话 我觉得好难哦 是不是 是不是其实自闭症的人 他们是确实是 因为就没有办法 跟别人有直接的沟通 还有他没有办法接触 这个肢体上面的碰触 他觉得 就连谈恋爱都说 我只能够跟人家 我只能忍受跟人家牵手 不知道五十几秒 还是多少 还是七十几秒 长了不行了 连跟最好的朋友 拥抱也不行了 我之前有一个 就是接触 印象很深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妈妈 带他的小孩来 那他就跟我讲说 这是亚斯伯格 他小孩是亚斯伯格 那孩子见到我 第一句话就问我说 你可以借我钱吗 他当然不是这种语气 他用他的语气 就说你可以借我钱吗 然后他妈就说 你不会这样跟老师讲话 什么怎样 怎样 然后他就说 你要跟老师说 你念哪里啊 你怎么样 他就说 我念哪里 那你可以借我钱吗 但缺钱就对 不是 他不是缺钱 他就是一直focus在这 好像是他妈妈跟他讲说 因为你怎样 所以我不给你利用钱了 然后所以他就来 就是很直白的 他也不管我是不是一个陌生人 他就说 那你要借我钱吗 这样子 因为他妈带他来 他就以为是 所以你要带我去 跟这个人借钱吗 或什么 然后后来就是 我就有听亚斯伯格的家长分享 他们很辛苦啊 因为有很多的亚斯伯格的 比如说如果是男生的话 他的爸爸可能也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夹在中间的那个女性 他就是 他就会非常非常辛苦 没错 那我有一次就听那个 就是儿子也是亚斯伯格的家长 就分享说 他们以前在 不知道是韩国还日本 然后因为他们的室内都是有暖气的 所以在晒衣服的时候 你可能不见得是晒在外面 你就会放在地上 对 然后后来他们回来台湾以后 他们都已经忘记了 在国外生存的这一段时间 然后有一次就是他洗衣服 洗完衣服以后呢 就下雨 然后他本来下雨要去收衣服 后来就发现 他儿子居然把所有衣服都扯下来 然后全部丢在地上 他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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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然后怎么骂他 他都听不懂 可是后来是这个妈妈自己领悟 因为这个儿子也没有去揭晓谜底 说为什么他要把衣服丢在地上 后来是这个妈妈呢 他就自己去回想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了不起 他就开始去他的人生当中 去找脉络 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 因为如果你接触过他们 就会知道 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他们也不会找你麻烦 然后所以他就想到 那会不会是 因为以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其实晒衣服是放在地上的 所以当我们解读成是 他是丢在地上的时候 可是对他来讲不是 他其实是在晒衣服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部片啊 就是 自闭的状况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说除了眼神 或者是什么 当然 我是不是所有的自闭症 都会这样眼神不对交 我们真的很难判断 对 大部分的 我想会这样 可是有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能就要看每个人的状况 可是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就是说 其实他需要靠别人去引导 我才能够去理解 此时此刻发生什么事 别人的情绪是什么 别人的状态是什么 我哪里忽略到了 然后所以现在才会产生 某些结果 因为他们需要 他们没有办法 有很强的判读情绪的能力 所以他们需要非常结构的 甚至是亚瑟伯格这种 很结构性的分析的 他才有办法理解 所以五音五这部戏一开始 他就有一个 他开始上班的第一天 打开衣柜 旁边就有一张 他爸叫他贴的那个 他爸的脸嘛 就各种表情的 对 让他去辨读 就辨别说 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对 这还真的有 我们心理治疗都这样做 真的哦 就会贴那种表情表 还有在卖的耶 对 我看过韩剧里面 有另外一个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里面有一个哥哥 好像也是自闭症 弟弟也是就是 也是给他这样子的表格 跟他说 这是喜怒哀乐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让他去辨认耶 但是就你所接触到的案例中啊 有没有发生过 就是家里面 不只一个是自闭症的小孩 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到底 现在还是不这样看 但是我们以前认为 他是带父性基因 父性基因就是说 你网上看爸爸几乎都是 所以我们 我之前遇到的最多的状况 因为在社区嘛 社区如果不在早疗机构 早疗机构 我有看过有朋友 他可能从两三岁 他可能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别人 有一个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就很难去学 语言跟对话这种东西 没错 那但是现在的早疗 介入的蛮早的 所以就是 从我早期的发现 大部分是 哎我小孩子们 还不太会好好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送他去看早疗 那我有一个朋友很有趣 他儿子就不太讲话 但是后来送去做早疗以后 开始讲的是英文 哇哦 有没有人告诉他 这是前世 有 当然他的宗教 他就有开始往那方向 去做解读 只是说 即便你做了早疗以后 他可能 还是出乎你意料 想不到 对 可是他就是把那个 没有办法 呃 原本有良好发展的地方 去把它衔接回来 嗯 那有很多东西是后天的 然后呃 在后来的状况 其实真的蛮多 就是家里面是不止一个 嗯 因为我可以稍微爆料一点点 呃 因为反正已经播完了嘛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完了 嗯 是我还有一个小惊讶啊 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 其实呃 那个 这个自闭症的律师 她是一个非常 当时非常有名的另外一家 呃 法律事务所的老板的私生女 嗯 然后等于就生了这个孩子之后 因为那时候还在念书 所以就就交给他的爸爸 然后这个妈妈就可能 跟这个爸爸和小孩 就脱离了关系 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呢 这个妈妈后来又结婚了 而生了一个儿子 哎呦 儿子也是 自闭症 可是如果按照我们 浩宜老师这样子的 说法的话 那就是变成 他遇到了两个男人 都是 有这个基因哦 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不像是母亲的 那边的基因的感觉 早期的时候听到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觉得 他其实 我觉得所有的族群 因为心理学本来就是一个 蛮年轻的学科 嗯 所以你这样讲以后 我就会想要去看一下 对 看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 但是以前在台湾 蛮多 就是夹在中间 很辛苦是女性 嗯 那有可能是女性 才会出来讲这样子的状况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有 自闭症妈妈团体 好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 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 也许您自己 或者您的亲朋好友 可能家里面有 类似这样自闭痨 或者不确定 是不是自闭痨的话 请特别注意 我觉得今天在浩宜老师 的谈话之中 不断出现了两个字 是关键字叫做早疗 嗯 就是其实早疗 真的是可以解决 很多的问题 假设我们不去面对 他们把孩子藏起来 嗯 或者是说 我们假装没事 装没事 其实对孩子来讲 都只有负面的影响 没有什么帮助的 对 我举个例子好了 因为最近刚好 就是去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就是带了营队 那当地因为家庭问题比较多 那其中我遇到一个小孩 他妈妈是有小麻痹的 那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那小孩呢 就是其实他连他自己念几年级 他都搞不太清楚 就看起来我觉得他很大 可他的心智呢 那时候我去跟他做谈话 我发现可能还停留在幼稚园 那他其实已经是小二小三的年纪了 那我们就发现他连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他有一天穿了一个吊带裤 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 那吊带裤就整个啪 就掉到马桶里面去 哇 登市的马桶 对 我觉得很佩服的是 我们带去的大学生 还把他整个捞起来 厉害 对 然后就教他怎么绑蝴蝶结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 我就开始就跟他们讨论说 那我们就要去判断 有没有一些发展迟环的状况 是 那发展迟环可能对我来讲 就是分成两块 一个可能是先天性的生理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部分 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 有可能是因为 妈妈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能力 是可以去告诉他 他的日常生活功能怎么自理的 所以有可能是 后天性的发展障碍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案子 就转接给社工 社工就协助他去做评估 所以有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发现 这个小孩可能怪怪的 或是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你不要觉得他就 可能有问题或他有病 有一些可能是后天性的 所以这个时候早疗的介入 其实对他们的帮助 就很大 OK 好的 你看没想到我们聊个剧 可以聊到这样正面 好 今天非常谢谢浩宜老师 期待下个月 我们还是可以面对面 继续再聊 好的戏剧或者好书 我们先一听到 这首歌是周杰伦所演唱的 粉红海洋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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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很帅哦 准备好了吗 要起桌布吗 谁 打扮 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那告白的话说不清楚 看着月球漫步 你笑我这个就带你